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师父教你们不要骄傲 好好学佛 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管怎么样 要学会尊重别人 那是学佛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 好 最后师父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好吧 就是一个挑奋的人叫尼提 佛陀怎么样来度他 这个出家 这就是佛陀当年用什么样的智慧和耐心 来度这么一个机缘成熟的 一个 这个我们的一个出家人 在佛陀注释的那个年代 在所谓城中有一个建名 建名就是不是很高尚的 名叫尼提 名叫尼提 因为他呢 总性卑贱 过去就说你姓什么名字 是代表着你的高尚和低下 那么这个人一生就帮别人做着除粪的工作 养活自己 就是挑大分 有一天佛陀在七环经舍当中 他一看到除粪人 尼提 得度的因缘 已经成熟 于是就带着阿难进城 佛陀就带着阿难两个人 直接想去度化尼提 这个尼提呢 这时候呢 正好拿着城满便利的瓦罐 准备到城里去倒掉 然后过去呢 用这种粪便子倒到泥土里 挖个坑倒进去 然后把它再埋掉 过去他们都是这么处理 这种粪便的 那么远远的看见世尊朝自己走来 看见世尊的安详的步履 庄严的意表 门语间的散发着那种 金色的豪光 不由得让他自残行贿 就觉得 哎呀 我这么脏啊 怎么跟佛陀看见呢 立刻避道而行 悄悄地离开了 当他快要走出城门的时候 却不料又与世尊相遇 其实佛陀有意来度他 佛陀知道他走到哪里 这时候端着 层满便逆的瓦罐的泥体 心想 赶快回避吧 但是心里一阵慌张啊 转了一个身啊 没想到这个瓦罐呢 正好撞到墙壁上 立刻蹦破碎了 这个粪便见了他一生 又是在世尊面前 他又羞愧又恐慌 这时候佛陀走到他面前 慈悲地对他说 你想不想出家修行啊 哎呀 从未有过这么温柔的声音 跟我一体讲话呀 他又感动又紧张地回答 师尊 你是尊贵的 撒地利总姓出生 您的弟子也都是和您身份 相称的贵族 我是一个卑贱的奴隶 怎么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你的弟子呢 佛陀对尼提说 佛法的殊胜就像清净的泉水 能够洗出一切的污垢 而又好似熊熊的烈焰 无论是巨大还是微小 细致或者粗略之物 都能焚烧殆尽 佛法的慈悲与平等 是广大无边的 无论是贫富贵贱 男女 只要发心想修心的人 都能从佛法获得最究竟的利益 哎呀 佛陀的开示就像黎明的曙光 让尼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光明和希望 心中萌生出像要出家的怨心 佛陀就请阿难带着尼提到城外的大河边 去沐浴清净 再将他带回了其环经舍 先把他带回去 在经舍中 他听闻佛陀开示 尼提心开意解 立刻得正出国 得正出国就是开悟了 想出家了 像你们现在得正出国 有的人还没得正出国 正在出出国 所以于是呢 恳切的请求佛陀要出家 他说我要出家 佛陀对尼提说 善来比丘 虚发自若 加沙自酌 佛陀这么一讲啊 哎呀一刹那 这个尼提啊 哎 头发自己掉落了 给他换上件 袈裟之后 一下子法相庄严出来了 像个和尚 这个时候 佛陀就开示 四圣地 尼提比丘立刻证得 四国阿罗汉 五十节以来的烦恼 一时灭尽 正得神通自在 他有神通了 有没有听下去啊 有神通了 所谓国的人民 听到 低贱的 除愤人 尼提 尼提 竟然出家了 那个时候出家 都是要非常高贵的身份的 皇亲贵族啊 都是很高贵的 这个时候呢 心里都怀着 轻蔑的想法 他们也不想了解 佛陀为何 要度一个奴隶 出家修行 于是在街头巷尾 纷纷的议论 很多人说 哎呀 这样低贱的人 怎么配受 我们的礼拜和供养呢 哎呦 假使尼提 进城脱脖 我们家都会被他弄脏了 这样的流言蜚语 传播的特别快 没想到 连国王都知道了 这件事情 国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心中 一则轻蔑 一则疑惑 于是 趁着宝车 带着奴仆们 到的 习环金车 哗啦哗啦哗啦 马车全部到 请佛陀为其解惑 佛陀你告诉我 为什么会这样 一行人马 到了金舍门前 稍坐休息 这是尼提比丘 正坐在山门外的巨石上 缝补衣物 七百个天人 周扎围绕 在他边上 他们眼睛看得见了 国王看到这个书胜景象 心中赞叹不已 哎呀 这个 比丘怎么这么厉害啊 他怎么有天人在他身边的 走到尼提 比丘面前说道 和尚正想知道 要想见佛陀 麻烦尊者 未替同报 就是替我同报一下 他还不知道他是谁啊 他不知道他是尼提啊 国王不知道 尼提比丘 就立刻 神通 开始 全身 陌路 巨石 当中 出现在 佛陀面前 一下子啊 就到了佛陀 里边了 然后向佛陀 禀告 佛陀 波斯弥王 现在正在 金舍门外 想来 向佛陀 请法 请法 佛像尼提比丘说 你用你刚刚所现的神通出去 请国王 入内 尼提比丘 立刻 身体一缩 从巨石 石缝当中 又钻出来了 就像水 能够自由出路 一切的 空隙一般 没有障碍 把人钻出来了 他向国王说 已经帮国王 通报过了 请大王 入内 这国王 看见这个尊者 哎呀 他怎么 进去 变进去 出来 变出来 又惊奇 又赞叹 先前的疑惑 恶念 一扫而空 决定先不问 除奋 贱奴 出家的事 想先问问佛陀 刚刚这位 能辨 神通的尊者 他为什么 有这么 自在 无碍的 大神通 国王想着想着 就走到了 这个 这个佛的面前 顶礼佛陀 又绕 三杂 恭敬的 坐 退在一边 那古时候 这皇上 到金蛇里边 他要绕 他是他的威严 他绕三峡 然后坐下来 像后面有人跟着 打一个伞 打一个什么东西 跟着国王 绕三圈 那种威势就出来了 听得懂吗 有个人跟着后面 就有威势 好 恭敬的退坐一旁 向世尊说出 自己心中的疑惑 师尊 之前为正通报的 那位尊者 有大神通 我看见他可以 全身末路巨石 犹如水流圣路 时钟 也可以自在地 从巨石当中 献出 不知这位尊者 上下如何称呼啊 大家知道 过去啊 称高僧大德 都是上下 你比方说 上谋 下谋 大和尚 听得懂吗 佛陀就告诉 波斯 迷亡说 国王 这位神通自在的比丘 正是目前 所谓国中 人们所流传的 除愤人 你提 我已度化他 出家 正得 阿罗汉国 这国王一听啊 高傲 娇慢的念头 马上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无比的 心目和欢喜 佛陀 佛陀再次向国王 开示 国王 一切世间万物万事 总离不开因果 人生在世 为何会有贫富贵贱 尊悲苦乐的果报呢 完全是过去生中 自己所种下的因 过去生中的心常怀 仁爱 慈悲谦让 敬顺的善念 生长行 尊敬三宝 长辈 爱护晚辈 一切众生之善行 今生就会感到 得到别人的尊贵和富有 如果你过去生中 凶残暴虑 功高我慢 放任随顺自己的 各种不好的毛病 生生就感到 悲贱贫穷的果报 所以国王 因果就是 释出世间的真理 波斯弥王再次问佛 请问佛陀 尼提尊者过去生中 他种下了什么样的因 今生才感到 贫穷下贱的果报 他过去世中 他又种了什么样的因 今世可以遇佛得度 成就胜果 其请佛陀 慈悲开示 佛陀告诉 波斯弥王说 过去在 加塞佛灭度后 有十万比丘僧 在这个僧团中 有一位比丘 担任僧团中的 执事 这位比丘 因为身体有病 常常腹泻 贫尿 但他并不外出 自家 如刺 而是排泄在 金 银 打造的 器皿中 这样的权势 命令他的弟子 处理排泄物 因为他在僧团中 担任着重要的知识 他就便放任自己 高傲自大 身体稍微有一些不舒服 他就懈怠 堕落 指使弟子替自己除分便 然而 他所命令的弟子 是一位已经证得出国的圣人 因为这个缘故 他在五百世中都升为下贱的人 以替别人除分来养活自己 一直到了这一辈子 他还是为人除分的贱命 但是由于他曾经出家 守持戒律 所以这一生因缘成熟 得欲如来 听闻法药 能漏尽烦恼 正阿罗汉国 国王 你知道刚才说的那位 驱使圣人 除分的执事人 他是谁吗 他就是尼提比丘的前世 波斯弥王 听了佛陀的开示 毛色顿开 法喜充满 高傲之心 消失殆尽 赞叹掉 卢来出现于世 真是太殊胜难得了 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可以蒙受法义 离苦得乐 说完 国王从坐而起 走到尼提比丘前 恭敬常跪 顶礼尼提比丘 自成 忏悔 先前所造的恶念 这个念头 此时 佛陀见 波斯弥王 以除掉漫星 更未必 说微妙法义 佛陀说 直向 秀布施 持戒 乃至希望生天 这些 都是生灭的法 并不究竟 唯有不住向 修一切善法 心无所住着 才是最究竟的大乐 这是在场的大众 听到佛陀 微妙的开示 皆由所体会 一心文法精进 依教奉行 这个故事 选择 咸鱼经 卷 第六 所以一个人 这个故事就是 告诉大家 你今天 偷懒 你今天 让一些 修得很好的人 用你的功高 我慢心 去指使他 去让他 做这个 做那个 所以 在佛法界里面 法师里面 有个规矩的 不能消耗 自己的功德 什么事情 要自己做 你叫别人 做了 你在消耗 自己的功德 这就是为什么 不要轻易的 叫别人付出 你的功德 会随之而消失 他就是因为 他这个就是因为 他叫了一个 他的弟子 去除奋 而且这个弟子 已经证得了 出国的 一个圣人 什么叫圣人 这个人 已经不是一个凡人了 这个人 很快就能够上天的 所以这个人 他没有 种上善因 他种了恶因 最后 得了恶果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用有限的生命 去创造 无限的未来 我们每个人 要学会 自己消自己的业障 不要去造孽 不要随随便便 去用别人 用别人越多 你欠别人就越多 自己能做的 自己去做 自己不能做的 去求别人做 用功德还 所以能做的人 一定要 好好的 爱惜别人 哪怕别人跟你做了 你说一句 对不起 谢谢你 你都会 业障 消耗福报 少很多 所以你看法师 都不愿意 别人给他们 做 因为会损害 他们的功德 希望我们学佛人 每个人都要自己 还能做 你不做 你以后年纪大了 对不起 你就老了快 你越不劳动 越不自己付出 你损失的自己 福德越快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好好地用佛的智慧 来改变 来真正地让自己 能够懂得 怎么样在人间 化解烦恼 化解恶缘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在学佛的道路上 能够正性正念 任何的懒惰 任何的懈怠 任何的烦恼 都是因为我们远离了智慧 如果有智慧 你就会破除一切迷惑 颠倒 修成正果 希望大家好好的修 一定要一事修成 今天给大家的白话佛法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